时间都去哪儿了 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 生儿养女一辈子 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 时间都去哪儿了 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滑了 柴米油盐半辈子 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 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 转眼就剩下满脸的皱纹了 我每天都剩下满脸的皱纹了 很多嗨 家伙式无音乐 江东赶紧叫爷爷出来吃饭 爷爷昨晚就不在 你怎么知道 昨晚我起来 撒那爷爷就不在 那我咋说啊 不是 是不是昨天晚上 被这玩意儿拉去买房去了 谁大半夜就看法子 你有没有夜场啊 爸 爸 你干嘛去了 那么夜 夜没回来 这个虾病了 我送他上医院去了 病了 那你没跟我说一说好帮忙的呀 跟你说干什么 我怕影响相当休息 你没吃饭呢 把这饭都盛好了 赶紧吃饭吧 不吃的 我得休息一会儿 你这真是没有眼力劲 我又怎么了 你小点声 干嘛呢 昨天晚上爸需要人的时候 你不赶紧表现一下 你做事都做不到点上 你只好顺便问问 房子署名的事啊 我昨天晚上要看完爸 你说我折腾 就是说我没眼力劲 我到底怎么做是对的呀 你怎么做都不对 你就没对过 笨死我 让你说分钱的事吧 你不敢说 让你问那房子署名的事 你又不敢问 你 你敢什么你 啊 不行 找月梅 你找她干什么呀 还有什么用啊 接电话点 吃饭呢 接 哎 哥 爸呢 爸 刚睡呀 大白天的睡什么觉子呀 昨晚上众人为乐去了 刚躺下 你没事吧 今天他说好了 跟我要一会儿去看房子 看房子啊 房子看什么呀 差不多吧 多少钱呀 也没最后订了 先我这还有点事 我就先挂了啊 好 别在这没说 挂了 跟姜姐似的啊 你说这个买房子 又不是她一个人的事 那爸的钱 也是咱全家人的钱呢 你整的偷偷摸摸的 你说你是当哥的 连点风声都听不到 你是大哥不 你这烦不烦上忙吃饭呢 早上去 早上去 吃 猪 看你了 下班去 哎哎哎 志华 志华 慢点 哎 你上班你点个卯就回来 干什么呀 你一会儿得跟着点咱爸 让他买新房子的时候 千万要把自己的名写上 啊 那什么 那我不上班了 那耽误怎么跟人说呀 你编个瞎话不会啊 你上班重要还是买房子重要 你怎么那么笨哪 我好 我好 你怎么回来 都不懂 你怎么回来 你怎么回来 我 我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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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还跟着 我不上班了 台北是咱们家开的 你上什么班啊 你就上一辈子班 你都赚不着这笔钱 是 李宗盛 再说有用吗 万一没有人知不知道房间满了 不可能 抽屉还锁着呢 存值肯定还在咱爸手里呢 要不然的话 那志文早就三天两天给爸打电话了 我跟你说啊 你就跟着爸没错 只要爸这个 这水龙头要是不滴水 牛志文就甭想偷水喝 我告诉你啊 这两天你必须跟着爸 一步都不准离开 听见没有 听见没有 听见了 我等他花钱 钱家里吗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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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熬鸡汤了 晚上喝这个 你看给你添多少麻烦 又来了 别说这个 三十九床 取家药 好 好 我先去取药 忙着她 你怎么上医院来了呢 那什么吧 我们他们领导嘛 就 家里人病了 我过来帮忙 办点医生 我拿药去了 那紫霞大夫好点没 还行吧 那你忙着吧 来来来 爸给我 干啥 你不照顾你们领导家属吗 那忙完了 正好有点时间我陪伴你 给开了三颗药 哎呀 怎么把志华也给带来了 不是我带来的 他们单位有人病了 碰上的 嗯 自家阿姨 你好点了吧 哎 好多了 谢谢你啊 上次给我修水管子 那是话说 那是我爸的朋友啊 那我爸都发话了 那我还能读那什么呀 放了酒床 来个人拿化验单 哎 你去给你阿姨把化验单求来 哎 哎 有儿女在身边 真好 哼 气人的时候你不知道 哼哼 哎 哎 哎 爸 家电话怎么没人接啊 您没在家啊 啊 不是咱们说好了 今天一块去看房嘛 我忙忘了 真别忘啊 是这么大的事 您得去把把关啊 我就别猜合了 你们自己住 你们看着合适就行呗 好不好 不是我觉得您还是得去 我就在咱们家楼底下呢 您在哪呢 在二院呢 啊 怎么了 一个朋友病了 不是那那那这样得了 您在那儿等我 您别动啊 我现在马上去那儿找您去 您在大门口等我啊 好吧 怎么了 他兄弟买房子 非让我跟他看看去 哦 你去吧 那行 那我去一会儿就回来啊 好 哎 哎 这话要问你就说 我跟他兄弟看房子去了 哎 爸 哪会儿 自夏阿姨 我爸呢 他跟你弟弟 看房子去了 哎 哎 爸 这 这么坐着都难受 你往后拉一点 舒服 没事 他放平了躺着都行 哎 哈哈 哈哈 注意点儿看你大伙 啊 月梅大成来了 哈 下班了 嫂子 有事啊 哦 好 是不是志文买房子那事儿 今天是妈妈祭日啊 你跟大哥都忘了 没有没有 我一大早我让那个志华 给妈买瘦糖去了 走 进屋吧 来来来我的 我上去 走吧 走 爸 那个我跟郑哥谈好了 他们还能给咱们打一九八折呢 九八折 啊 啊 那挺好的 你们乡中是哪栋啊 买哪栋啊 那个 行 那什么那个 这栋啊 这还行 这间隔宽点 对对 这不是采光也好 对 哎呀 你说你都多少日子没来了 家里出点什么事儿 你都不知道 爸 什么时候回来啊 哦 上医院了 上医院 不是那紫霞大夫 你认识吧 嗯 住院了 爸去伺候人家去了 伺候得比咱妈还细呢 呀 呀 呀 不是 大白天你嚎什么呀你 你 你没看见愿眉大成在这儿呢 哥 哥 来了啊 今天是妈的季日 啊 你看 我是差点可能忘了这 哎 哎 哥 你不是买寿桃去了吗 什么寿桃啊 那个 上班太累了 脑子爱忘事不好使 不是 我不是今儿早上跟你说了吗 今儿是妈的大日子 你脑子都想什么了你 早上没没说呀 你说了不是让我那什么 我怎么没说呀 你什么脑子 你怎么 我问你点事儿 那个 你俩先坐着喝点水 我俩这么说 在这边啊 那个 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爸呢 跟车走了 老头儿也跟不上了 不是啊 一直跟着嘛 然后就跟到医院 那医院里头乱七八糟的 这玩意儿 这玩意儿 我没注意 这玩意儿就弄走了 接着跟哪 人家坐车走的我跟得上吗 那知道上哪儿去啊 你真是个猪脑子啊 又让你弟给抢先了 不行 这事儿就不能就这么算了 那怎么办 城市这么大 我上哪儿找他我 给师傅打电话 看看他们在哪儿呢 今儿回来就跟爸说房本的事儿 那好月梅也在呢 今儿就把这事儿给挑明了 赶紧打电话 打电话啊 月梅 我跟志华说点别的事儿 对了 一会儿咱给咱爸妈做点什么呀 我跟大成带了点自己种的茴香 我妈爱吃茴香馅饺子 我爸也爱吃 我们一会儿吃饺子吧 行 那我换件衣服然后就弄馅去啊 一会儿爸回来 你可别乱说话啊 我哑巴呀 嫂子的意思你还看不出来 房子的事儿没完呢 你那个炮筒子的脾气 可别用饭了 今天可是妈的机日 找吧 行 装哑巴 那个璀璨来没来看呢 他得相忠啊 好 老先生 要不我们去那边 哎哎哎 啊 志华 你在哪儿了 看房呢 爸和你在一起吧 在呢 什么一会儿和爸早点回来 今天是妈的季是吗 月梅也来了 大伙一块吃个饭 正好有个事儿说一下 什么事儿啊 嗯 回来就知道了 啊 快点吧 哎呀 我这哥哥真是 没事都说有事儿 哎 爸 我有事儿跟您商量一下 什么事儿啊 您觉得房子要是行呢 咱就定了 那到时候这个合同写您名 写谁的名还不一样呢 你看小平凡卖了 那我心里就挺不舒服的 那大家那儿也有意见 我不能再给你添麻烦了 这事儿呢 我没跟我哥嫂咱们商量 我先跟您说说 您知道一下我的心思 你看 嘿嘿 要不说呢 还得是高学历 考虑问题周到 怕你哥嫂有想法 嗯 行 那咱这就定了 哪天过来把合同签了 行 真抬到的拿着 月梅啊 你们姊妹仨人啊 就属你心系 老想着咱爸 不像有的人老折腾咱爸 谁啊 又折腾什么了 你啊 老是替志文打马虎眼 我这人说话值 有啥我就说啥 我觉得志文这次买房子 就是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的 花了咱爸那钱 不至于吧 没那么严重吧 你不知道啊月梅 她买房专挑那又大又贵那房子买 她就是想把那六十万一毛钱都不剩全花光 这你看不出来啊 哦对了 还有 我估摸着呀 她买这房那名肯定是写她自己的 那不合适吧 当然不合适啊 那六十万如果要是首付的话 那咱爸也有份 咱俩都有份 我觉得志文她的主意也多 嘴巴又甜 把咱爸骗得一愣一愣的 我觉得你性子也值 说话也敢说 你得提醒着咱爸一点 我是怕咱爸吃亏 我提醒什么 名啊 那房子得写咱爸的名 要说你去说吧 我不仗这口 我不仗这口 为了家里这件破事 我跟爸吵几回了 再说了 我觉得 我们家志文 不是对爸不好的那种 你总是相信你弟 就是不相信你哥 嫂子 这些话你不用跟我讲了 今天是我妈的祭日 别的事我都不管 咸了 你弄弄吧 咱们是什么 咱们是什么 你这个是什么 你这的不得 我就是想吃人 我我还给你这 改面条呢 齐子面 行吗 行 哈哈 这个咱把褴做淡点 这是这个咸了 对老人真的不好 电视上说要低盐 对 少盐 少油 味儿还挺好的 是吧 咸蛋怎么样 挺好 你尝尝 正环 你给那个爸打个电话 怎么还不回来呀 打过了出马了 回来了 吃饺子 爸爸 吃饺子了 爸 回来正好 快来 快来 爸 吃饺子 走走 吃饺子 吃饺子 爸吃这热的 来 吃饺子 你不是爱吃饺子吗 来 吃饺子 来 来 来 我们是不是应该拜一下妈呀 对 妈 我们给您煮了饺子了 红香馅的您最爱吃 在那边多吃点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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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来 吃点 吃点 大肠 你怎么抽烟的 你怎么回事 抽就抽吧 抽就抽吧 把什么弄弄弄 不是 他不是怀孕了吗 怎么 怎么 怎么能这样啊 对不起 他没什么大事啊 哎呀 我们大臣 在村里他 他没这意识 少抽不点了 崔灿 平时你还要多吃核桃啊 吃核桃对你也有好处 嗯 志文 哎 你在家里也抽烟吗 我这半年了 这孩子可是个宝啊 如果没有 摧残肚子里这孩子 咱爸也不能这么着急卖房啊 你看我姐夫这根烟 想大家说这么半天啊 哈哈 我来吃吃吃小子 挺好吃的啊 嗯 还行 还行 嗯 吃完啊 房子看怎么样 还行 在哪啊 四环边上 挺远的啊 那房子可得好好看看 现在房子吧 都能砍价 能打折 海群 您放心吧 你爸那房子写谁名啊 我就是随便问问我 哥 你觉得应该写这名啊 写咱爸的名呗 那钱是咱爸的 那房子 还能都是你一个人呢 你们当大哥大嫂子 脑子里成天进行这些什么呀这是 爸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我这不是提个醒吗 这志华跟那个志文都是您儿子 您也得顾着点我们志华呀是吧 提醒什么呀提醒呢 今天在售楼处 你爸没点鲜 我就是随便问问 我也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你说这房子也不光是志华一个人的事 那月梅也有关系啊 那你说我没花钱问问还不行吗 是吧月梅 那个 我去煮点热的啊 我又不是大款 富翁 有巨额遗产 争啊夺啊 我不就是图你们几个孩子的日子过得好一点吗 有事 互相关心 互相帮助 互相想着点 那才叫兄弟姐妹 骨肉情 勾心斗角 你争我夺 那是什么呀 接近敌人 爸 爸 行了行了 没事 我们家里边就这么点人 什么事说开了就行了 崔散还没进门呢 别给你吓着啊 这阵子 爸 没事 爸 大哥啊 买房这钱呢 是爸出的 所以咱家人啊 都了解一下应该的 是吧 不要心理讯 你嫂子说话就那样 愿我 已经时间说清楚了 那你什么时候签盒子去 星球 到时候你叫上我吧 没准我能帮上什么忙 就是签个字的事 你这上班的忙 别耽误工作 行 那好 那好 装修的时候你喊我 那房子那么大 那水管可得看好了 行行行 行 到时候你过来看看 好 志文 我问你啊 那房是要写爸的那人吧 那有说吗 那就对了 那么做体面 要不然嫂子那张嘴 会把你说死 咱不土这个便宜 听我知道 你对爸好 我知道 我还放心 那我跟大成走了 我跟随大开车送你们去 不用 我们坐地铁 两步路就到了 再见 那行 再见姐啊 再见 再见 给你慢点啊 你们家可真够累的 慢慢你就习惯了 是让咱们赶上这么一对哥哥嫂子呢 娘 都怨你 非得让我问 你现在倒好 弄出我里外不是人 没看现在爸有点不高兴啊 你以为牛志文 真能在房本上写上咱爸的名啊 他有那么大方吗 你等着瞧吧你 爸他说的还得有错吗 没落实在纸上那就有假 那是你亲弟你不了解啊 那浑身上下全 拿筷子 星期五你盯紧点啊 必须把那个房本上写上咱爸的名 那才是真的 你还让我盯啊 我都两天没上班呢 你以为单位是什么呀 是系园子 我是绝啊 我是跟你说话怎么那么费劲呢 我再说一遍你必须盯着 那房本上必须是咱爸的名 怎么了 不高兴啊 你是不是觉得他们刚才 说你怀孕的事啊 不是 哪有什么呀 今儿晚上咱俩回去努力 造一真小事出来 还把他们嘴巴都堵出了吗 行了行了 你别老嬉皮笑脸的行不行 小心点台阶 放心吧 您身边啊 真得有个孩子 小病小灾的吧 还可以 这要真是有个大事 这可怎么办呢 我哪有您的福气呀 孩子们全都在身边 我那叫福气呀 那可不 真是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真好 明天出院吧 明天出院我来接您 你看我这走路好好的 我自己打个车回家就完了 您可千万别麻烦 你会骑车吗你 喂 志文 爸 您怎么来了 那个 我今天咱们办那个 买房合同的事去 不是说星期五吗 寿楼叔突然给我打电话 说是咱们看好的那套 得赶紧交钱 要不然就让别人给买了 我正要接紫霞出院呢 那行 我跟他说一声 是 买房的事多重要 很快 很快就能办完 是不是办手续就得交钱呢 得交钱了 我拿存折去 喂 要啊 志华 你在哪儿啊 上班呢 你上个屁班啊 志文把爸给接走了 志文真是个骗子 都说好了星期五签约 这今天来干嘛来了 肯定是把爸拉走去签合同去了 志文可真是的你 你赶紧去追啊 我上哪儿找追我啊 我知道 在那个山水花园 你快点别磨蹭 好好好 我马上我坐公交车过去 别坐公共汽车 你打车 我跟你说啊 你必须看见 爸的名字写在那合同上 你听见没有 打什么车啊 我正不如想老打车啊我 打车 好好好 打车打车打车 兄弟把这个给我弄一下啊 我家里有点急事啊 别别说啊 牛哥 这我爷爷怎么弄啊 牛哥 请坐 那你们二位 谁把合同签一下 我签 我签 您今年高售了 六十一了 您这个年龄办不了二十五年的按揭 为什么 这是银行规定的 怎么就办不了了呢 其实可以这样 可以写儿子的名字 通常像你们这样的情况 都是写儿子的名字 不是 你们怎么不早说啊 你看我们这什么都准备好了 是吧 你突然间说不行了 萧经理说那房子就上了一套了 说今天如果不买可能就没了 不是 你这不是耍人吗 这不是吗 不是 您误会了 原本一直以为是用你的名字来买房 没想到是用老先生呢 真的 实在抱歉 不是 那要是用我儿子的名是不是就可以买啊 可以 那就用我儿子的名买 用你的名买 不是 爸 那多不好啊 有什么不好的 今天不买这套房就叫别人买去了 是不是 是 你看看 就用你名买 爸 那那你 行啊 就这么定了 能买房就行 那这边办下手续 行 那 没啥事我先走一步 我去接紫霞出院啊 爸 那个 存折 存折跟那身份试 秘码呢 你妈的生日 爸 那就那么之后了 相信再见啊 爸 再见 爸 再见 爸 您慢点啊 好 好 好 谢谢 谢谢 小刘伟伍 你看今天我什么呀 你看小玉 你看我这么多点 我给你送给小玉 好 谢谢 谢谢 好 拜拜 再见 志文 您这 您来干嘛来呢 爸和你身上买这儿房子 爸呢 回去了 爸没签字啊 爸签什么字啊 不是 那说好了吗 爸买这房子的话 那房本写爸的名字 人家这儿有变化 爸签不了 听我的着急事 我把你回来的跟你说 不是 杨伟伍 先生 请什么点证 你蒙人吗你不是 我蒙什么人哪 这是银行规定你知道 拿爸名字签 人家银行不给多按揭 这我有什么办法呀 你来得正好 让你猜对了啊 名字就写牛志文名字 把他们全骗了就 牛志文 你臭不要脸 麻烦你们小人点好吗 谢谢 你臭不要脸你 你就知道算计我们 你怎么张主角骂人呢 不 这是人规定 我怎么成算计的呢 规定个屁 规定个屁 我告诉你啊 没你这样当弟弟的 你这合同呢 合同 合同 合同你给我 没合同 你给我 您慢着点我来我来 没事 我来 好了 谢了 谢谢 我掺着您点 没事 怎么样感觉还行啊 挺好的 您呀应该请个小保姆 家里多个人 我不习惯 有个什么事不是有个照应吗 是 您老发烧不是个事 哪天我领您呢 上中医那瞧瞧 让中医给您调理调理 嘿嘿嘿 谁把我车给擦了这是 昨天晚上下雨嘛 我瞅上落下的泥点子 我就给糊了了两下 你说老牛我怎么谢你啊 人熟为宝 咱们之间甭说谢字 爸 爸 那房子那事不是都说好了吗 怎么这样了 你们怎么冒我们两口子啊 怎么了这是啊 集散伙似的啊 不是 那那房子是牛志文一个人的了 这不欺负我们吗 我年纪大了 人家不给我贷款 所以我不能签字 就写了志文的名了 那那你可以签供有人哪 我贷不了款 欠供有人有什么用啊 你不嫌供有人 这房子就是牛志文一个人了 那不是他的房子 爸 你这偏心眼 你上牛志文当了你 你 定了 你们成天进行司些什么呀 你们站着二居室 不给你弟弟买个房子 他结婚住在哪儿啊 你们不愿意跟我住 可以搬出去 爸 你 那房子不是他的 那是我们的房子 你把我们房子骗走了 还哄我们 这日子没法逛了 来 回家说 你谁呀 你管我们事干吗 有点礼貌行不行啊 这是邻居 你得叫子霞阿姨 老年 老年 你刚出院 我们家的事您甭管 什么就算了 你什么老人在 你一碗水那段不停 牛志华是你儿子 牛志华是你儿子 真是没招 牛志华是老爸 你这 我嫌啊 我嫌 小丹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 我姨子的新房子娶你 啊 这房子满意吗 你 你看这橱柜也不错吧 啊 当然好了 要不是我坚持能有这样的橱柜吗 哎呀 这颜色好吧 看着特别的清新 哎 对了 那个你爸联系上了吗 啊 没有 他那人事挺多的 来了也肯定都是事 他得来呀 这毕竟是老丈人 你说他要不来 亲戚朋友怎么看我呀 冯姐 你看这能报吗 小子 又没 你怎么来了 我来听商量点事啊 什么事啊 要是牛家的事 就算了 我可说不上话 别呀 这位下礼拜就结婚了 送什么礼啊 礼金送多少合适 这都得商量商量 还送礼啊 他一大研究生 根本就看不上 我们这当哥嫂的 他没给你们送请柬啊 发了一段信 哎呀 他爱接他就接吧 反正 他们接又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别 他肯定是忙晕头了 趁这大起事 咱们大家都做一起 缓和一下气氛 多好 缓和 他牛志文 就对对他大哥都爱搭不理的 还缓和怎么缓和呀 婚礼我们就不去了 嫂子 咱们都比他大 咱们让着他点 就当咱大度点 大度 我可大度不起来 他联盟带咱会儿的 把咱爸那钱弄走了不说 你说现在我们在爸面前都不是人了 我还舔着脸给他送礼家 哎 什么事怎么让你一说都那么严重啊 哎呀 行了 你别说了 要不找你大哥去 反正他们结婚我们不去 嫂子 哎呀 我那账还没算完呢 一提这事吧 我就 我就晕 那账算错了 那算谁的呀 好 我走了 志文 王 我的新房呢 姐 我这不是差不多了啊 你跟姐夫哪天过来看看 哎 我问你啊 你那结婚请柬 你给大哥了没有啊 我还没了 你看你 你怎么那么糊涂啊 哎 这可是正经事 嫂子一小心点 你还不离回来啊 我告诉你 你婚礼的时候 哥 嫂子要都不去 你脸上好看啊 那爸也不是又该生气了吗 你就为了爸 你也得把这事办好了呀 又没见谢谢 你家伙志文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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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两个 我不要 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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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牌呢 好 来吧 要不要 不要 老秦 你赶紧出牌 我出完了呀 什么叫出 我刚才出完了呀 什么不合牌 这是不玩不玩 来来来来 怎么来啊 你真的 走走走不玩不玩 下 下班上 别走啊 什么时候耍赖 再来吧 再来吧 来 再来吧 来 你看这 不是 什么 多含着去呗 哥 您说点事 我不是你哥 还生我气呢 那房子的事 我知道我错了 今天我来呢 诚意诚意的 想请你和嫂子过两天 参加我的婚礼 好 好 89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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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